最近在倫敦市中心是出現了大批的蜜蜂 在玻璃儲藏上築起了新家 无独有偶的台湾的彰化也发现了 上万只的蜜蜂在神像的底座下来築草 其实蜜蜂和人一样都会去找适合安居的地方居住 另外外来种的绿水龙这种吸引也造成环境的影响 本周大爱探索周报的主题物种危机 要带您深入了解 全世界蜜蜂正面临消失的危机 而在台湾台大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蜜蜂可能消失的原因 让蜜蜂迷航的元凶是农药易达安 但这研究究竟是怎么做的 上广告颜料 好那等颜料阴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雷射雕刻 在不到一公分大的蜜蜂身上刺青 类似二维条马的图腾 让蜜蜂的飞行路径在镜头下全记录 农药对蜜蜂种下伤害 人类的气氧也会对生态带来严重影响 它机械要不要人帮忙呢 对不对 过来过来那就好 好吧 它过来了可以了 外来种蜥蜴绿水龙被恶意丢弃在北部山区 扰乱了原生生态 采访团队跟着猎龙大队入山抓龙 眼睛一张开了 这个咬下去就很惨了 这个呢 可以试试看 不用不用 会啊 当场留血啊 小的时候模样可爱极了 被当成宠物饲养 但长大后的绿水龙却是凶猛的猎杀高手 咬了之后就不放嘛 然后它那时候 手离远一点 手离远一点 对对 它咬之后开始旋转 三年来已经移出了500只绿水龙 但生命本无罪 是谁为他们贴上罪恶标签 请锁定本周五大爱探索周报 但您看台湾面临的物种危机 以及人类该如何节制行为 不要再为物种种下危机 然后再 Twit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